日前,陈建斌导演处女作电影《一个勺子》定档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影片主创陈建斌、蒋琴琴、王徐斌、金世佳现身发布会现场 《筷子兄弟》成员王太利也是为影片站台助阵 发布会上,出品方代表宣布《一个勺子》定档在5月1日全国供应 并发布了首款翘翘版定档海报 电影《一个勺子》全程在甘肃取景 是一部具备浓郁西北风情的喜剧电影 陈建斌在这部自编自导自演的处女作中 饰演了一个名叫拉条子的西北农民 当天,主办方特意精心制作了一碗中国最大碗的拉条子 现场,蒋琴琴不但成为第一位品尝者 还真实地享受了娘娘级别的待遇 老公陈建斌也是加起一根拉条喂给了蒋琴琴 当天与其他主创军盛装亮相所不同 陈建斌却只是穿了一件休闲装 当谈起老公陈建斌在自己眼中是什么样时 蒋琴琴也是给出了天真这样的评价 他真的是很天真 因为他昨天还问我,你说我们这票房能有多少 什么意思 怎么就不可以呢 陈老师,你就天真的回答一下嘛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嘛 处女座嘛 我跟两个处女座拍了我的处女座嘛 所以我就是之前没有这个经验 所以我无法预估 但是呢,我是非常真诚的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到电影院去看我的这部电影 我觉得它不光能够提供给你 就是说很多愉快的笑声 还能够让你对咱们自己的生活吧 我觉得有一定的思考 这是我的这个肺腑之眼